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啊 家家户户都开始忙活起来了 家里缺什么呢都得赶紧的置办 缺酒的缺粮的缺油的缺钱的缺夺的 准备的再充分还是感觉缺点什么 唯一不缺的就是各种菊 割菊 排菊 酒菊 贡菊 蜜菊 龙肝 这全是各种各样的菊啊 最常见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饭菊 有陪领导的 有陪媳妇的 也有陪别人媳妇的 要说这饭局上的规矩讲究那可就多了 尤其是陪领导吃饭最不容易 民间呢都盛传四大不懂事 领导家菜里转桌 领导发言里唱歌 领导敬酒里换桌 领导年轻里装歌 陪领导吃饭呢 首先不能太放松自己 要签功 那天呢李京陪领导吃饭 疯狂献殷勤呢 看到有猪肝就得领导推荐 哎呀这也不错 吃了对眼睛好 看见胡萝卜 赶紧给说这也不错 吃了对眼睛好 领导一乐 照理这意思 这两样我只吃一样就够了 李京一愣 赶紧又补充 不一样不一样 一个对左眼好 一个对右眼好 领导心说 这是说我眼神不好 心里不高兴 李京哪管这个呀 加完了菜又要敬酒 刚两杯酒自己先喝多了 和领导称兄道弟 一会儿啊敬土豆 一会儿啊敬念条 弄个领导 都想回敬他一嘴巴 要说呀 不买领导账的 有没有 有一位 李白 杜福写李白的诗嘛 天子忽来不上船 自称臣氏酒中先 您听见了吗 皇上叫都不去 皇上那多大的官啊 比曲团团长都得大 那李白都不搭理他 何见李白这人呢 用句文言形容啊 一点人事不懂啊 饭局多了是好事 说明你人脉广 朋友多 走到哪儿都有人给面子 怎么看你朋友多呢 一周一个饭局是正常人 一天一个饭局是大红人 一天N个饭局是端盘子的人 当然了 参加的饭局多是你有面子 可是你组的饭局呢 别人不一定给你面子 要说请客吃饭这里边啊 也能分出三六九等来 一请就来的是爽快的 三请才来的是白普的 怎么请都不来 是怕别人求他办事 不请自己就来是蹭饭的 但是啊 这个都不是最惨的 最惨的是想请的没来 来的都是做陪的 结账的时候 还就你一个人清醒 陪领导吃饭 尤其是说话要注意 说话不注意呢 准得得罪领导 你看这个何云伟 这方面就差 上回有一个聚会 何云伟啊 宴请一位领导 未来的老丈人 带着他女朋友 跟这个未来丈母娘 一块到这个饭馆吃饭 头一次见面 何云伟不知道说什么呀 他女朋友轻轻一吐何云伟 小声说了一句 茶 那意思是让他先倒茶 何云伟误会了 指着这一尖子 一二三四 查完了 一共四个人 他女朋友 接受怎么这么笨呢 小声啊 跟这个何云伟说 我让你倒茶 何云伟一点头 四三二一 没错 还是四个 给他女朋友气的 老丈人不乐意了 指着何云伟 你数什么呢 何云伟也赶紧站起来了 我数狗 这个尴尬 何云伟知道自己出丑了 心想我得赶紧的表现一下 不然女朋友非跟自己急了 吃饭的时候 何云伟无限殷勤 不停的给丈母娘加菜 那筷子跟飞似的 不断往丈母娘的碗里头啊 投这个大块的鸡肉 投第一块 丈母娘吃了 投第二块 丈母娘推上半天 还是磨磨腾腾吃了 还要投第三块 丈母娘终于忍无可忍 我实在吃不下去了 我已经吃两块姜了 结果到现在 何云伟还打光棍 所以这饭局 说话做事 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能失态 可这话也得说回来 有的时候啊 撒泼卖相 装疯卖傻 反而是一种自保的方法 不信 您看看下边这几位 关于方清平最新的象征视频 我们做了个微信公众号 您用微信添加公众号 方清平这三个汉字 或者输入PINID 方清平666 就可以关注到 我们会第一时间更新 方清平的象征视频 音频 综艺节目 以及您没看到过的 关于方清平的一切视频 您只需要用微信添加公众号 方清平 我在这里等你哦 大清平的象征视频 预备 son 相机